對白狼來講也讓我看到 以前的大哥現在淪落成 拿著麥克風跟他對嗆的小屁孩 我覺得這是這樣悲哀的一件事情 朱學恆嗆白狼 大哥淪為小屁孩 你選擇抗議學生非法攻占國會 但你的集會遊行也沒有經過升級 也是不合法的時候 你的言論的影響能力跟正當性 也會隨著降低 翟神朱學恆 昨天到彰化高中 比夢想為提炎假 沒想到迎接他的 竟是學生莫來的一千多根香蕉 朱學恆左嗆白狼 又像把學生當成鬥爭籌碼的大人們 1988年農民抗爭 520離開之後 地上流是血跟石塊 現在26年後 示威完了地上連垃圾都沒有 那你覺得人民有沒有進步 人民進步 可是政府有沒有進步 政府沒有進步 就是前一陣民調 大概有六成到七成的民眾 贊成的公投 就是趁年底的時候 你把這一個事件一次性地 用直接民主解決 我們是在吃香蕉 還是吃太陽花 太陽花 太陽春雨 董事文 謝謝秋衣把我捧紅 拜拜